泰国国王瓦吉拉龙宫 从2016年继位以来 负面新闻不断 而最近更有英国的媒体记者 曝光了一张泰王惊人的账单 这张账单上面显示 短短五个月内 他一个人就花费高达 三千多万台币 英国的记者还强调了 这只是冰山一角 68岁的泰王瓦吉拉龙宫 2016年尚未以来争议不断 奢华的生活和华兴情势 都让民众相当不满 泰国反政府学运潮 示威能量更是不断累积 就在民怨沸腾之际 长期关注泰国皇室消息的 英国记者马歇尔 在脸书上公布一张 泰王的惊人账单 账单上显示 从2016年5月1号到9月30号 短短五个月的开销 就高达93万欧元 相当于台币三千多万 虽然账单资料 是以泰国七名外交人员的名义之出 但是马歇尔相信 这些全部都是泰王一个人的花费 马歇尔还说 这个账单只包含了 住宿 饮食 租车的费用 其他像是给身边妻妾的开销 出国游玩的旅馆 度假村等等 都不在账单里面 并相信泰王瓦吉拉龙宫 到目前为止的总开销 早就已经超过数十亿美金 也就是上百亿台币 身为独自的瓦吉拉龙宫 黄诞的私生活令各界哗然 包括经常以不避体 身穿半截背心 露出身上夸张的假纹身 对比前泰王蒲美蓬 发表演说时 台下民众激动落泪 过去前泰王蒲美蓬 拥有神圣地位 神手敬重 继位的瓦吉拉龙宫 负面新闻不断 如今花钱如流税的账单 证据曝光 都让泰国民众直摇头 对他一再感到失望 都是新闻黄信息 另外一报道